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马上关注一下 今天在大陆这边 甚至是全球的股市 大家都在关注A股的走势 那果然今天马上一开盘的时候 9点半就收到了这相关的快讯 11长假之后首个交易日 开红盘 甚至开到了几乎是涨停的位置 那三大指数开高 我们先来看一下收盘的表现 上指收盘是上涨了4.59% 那它开盘的时候是上涨了10.13% 它稍微有拉回一点 那这个生成指收盘的时候 是9.17的涨幅 开盘的时候是上涨12% 那创业版的话差距不大 它开盘的时候是上涨了18% 因为创业版的涨跌幅限制是20% 所以看起来也是涨幅非常的明显 那今天看到了相关大陆的一些 这个比方说像是微博 今日头条 百度通通都是被A股给霸占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A股全线暴涨 然后暴涨之后首个交易日 通通都是相关的这个A股话题 股市话题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个记录是今天只有20分钟 开盘20分钟 两市的成交额就突破了一兆 创下史上最快的这个破照记录 那甚至连这个涨停的这个加速 我来看看 涨停的加速是2551加 也是一个记录 所以大家想说 哇热钱通通涌现了 那这一波的廉价 到底股民多少开了户 有多少的新股民进来 根据财联社的这个统计 他们就是一个草根性的调查 就是线上线下 问了一些相关的这些券商 那他们讲说 大概有效的开户数是300万左右 截至这个昨天为止 那今天当然很多人是 可能旅游之后 十一之后 才回到这个原本住的地方 才去开户 可能还会再有一波增幅 那今天另外一个 大家关注的点 同样也是在这个热榜上面 大家直接在看直播的 就是看发改委 推出了一篮子增量政策 说7000亿人民币 相当于是3.1兆台币 现在中央同资全下达 那这个一篮子政策里面 也包含了 就是希望能够扎实的 推动经济向上 结构向优 还有五个针对 就是推动经济的持续 回升向好 比方说促消费 惠民生 还有这些企业 楼市 股市 这各方面来持续用力给力 那目前这7000亿的 这个预算已经持续下达 用在这个两重一新的 这样的一兆元 长期特别国债 已经下达到这个地方去了 那人家讲说这一次的A股 只是一个短期反弹 不是 他们有一些专家讲说 其实这已经是来自于 三方面的影响 有政策面的讯号 非常的明确 再加上这个市场风险的偏好 得到改善 还有流动性方面 都已经得到了调整 所以应该是一种反弹 而不是 是一个反转 而不是一个短暂的反弹 已经迎来一波 这个增量的资金了 那还包含了 像是老股民到00后 他们就说哎哟 这没有从来没有过 像今天这么期待A股开盘 那也反映在很多的 这种直播上 像是这个中金财富的 这个直播观看人数 甚至超过了百万 对于投资者来说 现在对于证券的关注度 不输网红 百万人在一起 看现在这个股市上面的分析 那还有信心也是反映出来 有百分之六十的受访者认为 今年中国大陆的股市 会涨破四千点的 这样子的一个整数关卡 市场的信心看起来是足够的 那政策这样子助攻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 好像很多的外资 也转向了这个入股 那我们看看 华尔街过去一周 其实他们在十一之前 就已经疯狂的涌入到了ETF 将近有25亿美元的规模 甚至呢还有这单支 单日的资金流入量 涌入了7亿美元 那甚至高盛还发布了一个 研究报告 他就说哇这个调研 他就说中国大陆的股市 十大理由 现在政府已经亮出了底牌 还有政策大转弯 其实这种涨幅通常 大概都有30%以上的涨幅 再加上中国大陆的股市 现在估值还是有一点被低估 所以他们非常看好 这个大陆入股的后市发展 外国投资人包含了 美国的对冲基金 新加坡 南韩的一些基金 通通都在进驻到 这个中国大陆的蓝筹股 但是呢反观做空 之前有一波人 就觉得一直在唱衰 说大陆的股市很烂 我们台湾股市很好 之前大家可能都有听过 这样的一个讲法 那做空的那些空头 在这一波逼空式的暴涨 已经亏了70亿美元 那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些空头 在操作这件事情 所以原来我们当初那些消息 是不是要有利于 他们这一个空头的操作呢 才会听到这些消息 那另外一个受灾户 就是印度股市 发现这个大陆的股市这么热 很多的外资开始抛售 这个印度的股市 转进了中国大陆 这个另一个受灾户 我们来问一下苑老师 我这个先要谈到 这个大陆的股市的发展 我必须要先说一下 大家千万不可以失去理智 就是说任何的话 就是繁花景处 各方面来讲都讲得非常好 我这边说要 让大家强调这里 并不是要大家买股票 但是我要强调几个重点 就是说我对于你们的讲座 那整个翻转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我觉得说大陆的整个翻转上来讲的话 是全力配合的 第一个是时间上的翻转 时间翻转的话 在这个国庆长假之前的话 就连长四天 里面的话出现了很多记录 其中最高的成交记录 在放假之前一天的话 2.6兆人民币的话 这个数字是破长期记录的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时间上的 另外的空间上的话 我觉得那颗弹道 洲际弹道导弹的话 具有一个非常大的功能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要了解 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出去以后 他在主观上来讲 在客观上来讲的话 都不会担心发生战争 一个不发生战争的大国 在世界到处都是战争的情况下的话 他其实是有很多的避险基金 再加上这场战争的话 是有关于美国加以色列 对付所有的穆斯林的社会的话 所有中东的避险基金 他会往中国移动 这也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然后第三个重要的讯息的话 就是他是在大陆的股市非常特殊 他要面对很多的敌人 因为有很多 因为我们讲的消息里面 绝大多数的消息 都是外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于中国唱空唱衰 唱衰一个国家 唱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 就是唱衰他的股市 唱衰他的经济 唱衰他人民的生活 今天我必须要坦白讲 香港那边大跌 几乎快跌到2000点了 为什么呢 就是香港那边所面对的一个情况 面对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陆的话 一开始认真评评评 讲说开盘集收盘的话 的确没错 一开始按照我们这边讲的 几乎上涨到10% 最后大家查一下 最后结束的话 就是上涨的话 4.6%都不到 另外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就是大陆提出了 SWAP Facility 就是说是这种 这种折旗交换的这种策略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什么讯息呢 这是他的意识形态的转变 他以前意识形态认为说 这股票是用炒的 房子用炒的 这个都不对的 那现在的话 让你贷款 就是国债得到的钱 可以转变成直接 而且也只能投在A股里头 这个使得股市不能不涨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好 来问赖老师 放假前先点火成功了 所以股市涨得很凶 为什么在股市涨这么凶的时候 再继续提出一篮子的 这个利多的政策 其实这个就代表说 大陆的政府在评估经济方面 还是严峻 还是有隐忧 所以他必须要趁这步 名气可用的时候 再往前推一把 再往前推上去 这个道理很明白 也就是目前国际不太平 欧洲的局势不稳定 目前我们看到 美国的经济没有复苏 美国的联准会议的降息 可能又要停止了 现在看起来是又要停止了 然后中东地区的战火 正在蔓延 油价也破了80块 一桶美元 如果整个中东地区 继续蔓延上来的话 油价破100块美元 很多人已经在上看100了 这样的整个世界的通货膨胀 又上来 欧洲 美国通货膨胀再上来 消费力不大 所以大陆的这一篮子政策中 你看他并没有谈到 有关于出口的问题 他谈到的是要再继续做大内需 要再继续做大内需 换言之也就是 对于主客观的内外环境的评估中 外环境还是不利的情况 日本不利 韩国不利 这几个大的经济体都不利 美国不利 欧洲不利 这样的情形只单靠中国大陆 撑不起这整个世界 所以目前来说 还是以内需为要 以内需为要怎么做 把量化再宽松了 所以把量化再宽松 也就是说钱再多挤出来 然后再让内部里面活跃起来 我觉得大陆是政府是谨慎的 一步一步在推 然后股民是贪婪跟恐惧 交织在进行 贪婪跟恐惧交织在进行的时候 他反映出来的股市就是 上上下下震荡很异常 然后慢慢的会走向稳定 目前的局势 我觉得长期是看好的 这个点判断 应该是可以推断出来 也就是说不要做短线 做长线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利可同 好 请教将军 我觉得股市我是不同 但是我做股票 都会被人家笑话 你说跟老帅反向操作 就会赚钱 所以我就不搞这个 所以你问我还是一问三不知 什么风向了 什么期限了 我都看不懂 连个什么叫IP值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问我 所以将军觉得他们现在 这一波的一篮子政策 对于他们的经济会不会有 因为中国面临全世界都在嘲笑 他经济要崩盘 那个房贷的问题 房市的问题 这个地方政府欠债的问题 老百姓不愿意 消费的问题 所以提出这三个政策 选择时机也很好 十一长假 大家你看大陆放长假的时候 那个叫人山人海 你到外面会不吃不喝不睡 这个消费就在全国点起来 所以很多事情 汽油摆好了 第八户一点也稍息 问题 大陆真正的困境是 老百姓存款这么多 这么多 舍不得花 全世界排名第一 因为当年穷过 我们中华文化的人都爱存钱 大家都懂 天道筹齐 我所见过的美国人都是月光族 美国人没有存钱这回事 那这个存钱是 那中国人是黄金要买在地下 现在没了 现在没有 但是我是讲中国人 此地无印三百两 现在是黄金存责 对 以前农村里还挖出白银 现在是黄金存责 邮部存款 银行存款 我们稍微聊一个 就是说我们在平常讲话的时候 就讲说你赶人家钱的时候 是个很丢的事 对美国来讲是正常的 没有人不赶钱的 不是 现在台湾也学会了 现在越多 对 最神奇 不是 因为现在慢慢 这个就是美国的影响 美国的影响 政府拿来没办法 对对 欠债越多 房子也欠债 车子也欠债 什么都欠债 我以前都 有本事借大钱 对